編輯少來關心 這以前的消息 指揮中心 今天宣佈說 對十一月十四開始 這確真的要實現五家恩的措施 就是把這個隔離的時間 對這天縮低到五天 隔離五天之後 無論你是快胎 陰性的這些是陽性的 都可以出門去 不過這陽性的人 有關需要進行主主健康管理 指揮中心 設議經過的專家學者 學期末期 放任確診者的隔離措施 十一月十四開始 靠近者的實施五家恩措施 靠近者五天距離後 快胎陰性就改毒犯罪 那快胎佣性就要進行 主主健康管理最多七天 期間快胎陰性就提早改毒 那已經是連續三週 那加這週是第四週 連續四週的下降 我想下降的趨勢是 這個非常明確 十一月七號起 這個是七家恩 專家小組才開會 那希望這個十一月七號 這相關措施都實施之後 我們來觀察一個禮拜 那再繼續去實施 這個所謂的五家恩 感染科醫師認為 港級隔離體素 已經有很多國家在做 對這個促進表達肯定 甚至認為是醫療能量充足 可以進一步考慮 港COVID-19的團體白分級 改作有重點可能性的 患者進行通報與隔離 專家觀察 這部BFI疫情 臺灣醫療能量修了不錯 若是到近年 白變政北斗 沒有影響到臺灣的重症比例 就有很大的把握 可以考慮 降級分級 記者公文台報道 台北報導